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继续来学习列表这种基本类型的相关的知识 正如我们之前讲的字符串一样 我们讲了这个定义了之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列表的一些基本操作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尝试用列表来表示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的这四个技能 那么怎么写呢 根据我们上一节课所学习的 Python列表的定义形式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四个技能 一二三四 当然呢 在真实的游戏开发里面 它肯定不是说像我们这样 用一个简单的字符串来代替一个技能 它呢 可能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一个技能的元素呢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现在呢 讲这个基础知识 所以说呢 用字符串来简单的代替技能 好 那么讲了说啊 我现在呢 要释放这四个技能中的其中的一个技能 那么我们可以简化一下 就是你要从这四个元素里面挑选一个元素出来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把某一个技能元素呢 给挑选出来 这个呢 就涉及到如何访问这个列表中的某一个元素 好 这个呢 我要说的就是 它呢 和我们之前的字符串里面 访问某一个字母是相同的 它同样是用这样一个中复号 好 那么最简单的访问方式呢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01234的数字 比如说呢 我要释放这个星月打击 那么呢 我呢 就填入这个星月打击 它的虚号的位置 然后我们回去看一下 好 释放出了星月打击这个技能 好 我们可以再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要放这个月神冲刺 这个是一个大招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在这里加入这个虚号3 它就可以得到月神冲刺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假如说啊 我想一次放两个技能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连招 怎么办 同样类似于我们字符串的操作 我们呢 0到2 放前两个技能 星月打击和苍白之铺 好 你看一下是不是啊 星月打击苍白之铺 好 假如说我现在呢 想释放最后一个月神冲刺啊 怎么样把它选取出来呢 这个大家如果有认真听我们讲 字符串的截取的时候呢 就应该知道啊 复引 冒号 后面是空的 然后呢 回车看一下月神冲刺 好 那么细心的同学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如果呢 我用单一的数字 所以来访问这样的一个列表的话呢 它的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冒号的这种方式 它将得到的还是一个列表 哪怕这个列表只有一个元素 这一点呢 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它呢 也是在很多基础面试里面啊 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在读识里面会出现的 好 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细节 如果呢 你对这个细节理解的 透彻的话 它非常容易引起你代码的bug 一旦引起了bug之后呢 不是说不能修复 问题是你要解决这个bug 它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 所以说呢 要提高这样的一个写代码的效率 基本功必须掌取 好 那么关于更多列表的 子元素选择的方法呢 大家呢 可以参考一下 之前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 字符串的相关截取操作 如果你按照我当时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好好的记笔记的话呢 我相信你在这里呢 可以把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 字符串截取的技巧啊 得心一手的应用到列表的操作里来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字符串的截取和这个列表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学习列表的另外的一个操作 假如说啊 我想更改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一个元素的值 怎么办 然后我们呢 换一个新的IDIE啊 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列表的操作 那么现在我这个列表里面有四个技能 假如说 我想在这个列表里面追加一个技能 怎么办 好 那么假如说啊 我现在想把两个列表呢 合并在一起 怎么办 两个列表合并呢 其实就是相加操作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呢 再写一个小的列表 随便写一下 现在是两个列表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加法操作得到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列表变成了一个列表 好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在做字符串的时候呢 还引入了这样一个乘法的概念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个字符串相乘 会有一个神量的效果 大家应该能够猜测到 它当然会报错 我们之前呢 举例这样的一个乘法的时候 并不是说 把两个这个列表相乘 而是乘以了一个数字 对不对 比如说呢 我乘以一个三 这个结果呢 将是把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 重复三次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是我们所说的 大家呢 始终要保持一个好奇心 既然我们这里啊 有两个列表的加法 还有列表这样的一个乘法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减法能不能行啊 比如说我减去一个点燃 可以吗 不可以 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其实呢 这个减法操作它呢 会报错 这个呢 我是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还特意要把这样一个错误的用法呢 给大家来演示出来呢 这个演示的目的啊 其实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啊 编程呢 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要经常的去试一试 很多东西呢 你听理论呢 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呢 效率太低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自己呢 亲自的去试一下 写一份小代码来验证一下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做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列表的基本操作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列表呢 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些操作 我们暂时先不讲 因为要讲这个比较复杂的操作呢 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些其他的概念 学习呢 循序渐进 我们不要着急 好 在课程最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PPT里来 我们刚刚呢 是用了这样一个数组啊 去表示了游戏里面的四个技能 它呢 是成为一个组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我们放到最后来讲 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 如何用这样的一个列表 来表示这个世界杯总决赛的一个分组情况 你呢 不一定则要把这32个队伍呢 全部都把它给表示出来 但是呢 大家呢 至少要有一个思路 如何用列表来表示这样的一个分组情况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大家呢 下节目之后 你思考一下 我们呢 留到下节课呢 来给大家呢 揭晓这样的一个答案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 очкаla吧 余灰 您 成 我